在古希腊 有一个大哲学家 大家都知道 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 这个人第一天开学 他大哲学家 一个班级所有的同学都在 他就跟这些同学说 同学们 今天开学的第一件事情 很简单 我要大家把手向前 甩三十下 到三百下 把手往后甩三百下 大家做得到吗 当时所有的同学都说 做得到老师 一个月之后 苏格拉底又问他们了 你们做到的请举手 有百分之九十 等到第二个月 苏格拉底又问了 你们做得到的请举手 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举起了手 这个时候 大家还笑嘻嘻的 觉得很好玩 这时候苏格拉底低下了头 像在成丝的什么 一年之后 苏格拉底又问他们了 请问哪几位坚持了 甩手三百下 整个教室很安静 没人讲话 只有一个角落里的小手 举得起来 他就是后来成为 古希腊另一位 大哲学家的叫 普拉图 所以一个人的毅力 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 一个没有毅力的人 他是不会成功的 希望我们学佛人 要有毅力 要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 这样你才能学佛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成佛 成佛就必须要学佛 希望大家全心全意学佛 台长知道 你们一定会成佛